你说安华这个预告主政府 哪怕是他不成 他其实也不尽然完全没有好处 还是有好处了 公众党主席安华23号宣称 拥有足够议员人数之后 至今还没有公布支持他的议员名单 时事评论员许国伟认为 事情脱下去 安华本身的微信和声望会被削弱 但这一个预告动作其实也有好处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 它其实是扩大巫统内部的分裂 因为今天它居然没有告诉你说 谁会跟我合作 可是巫统内部已经开始互相猜疑了 究竟是谁 这是它造成巫统内部的分裂 第二个它造成巫统跟伊党之间互相猜疑 伊党已经说巫统你好好跟我解释下 你们到底为什么会背叛我们 要去跟行动党合作 然后那个巫青团也开始反击 你们凭什么要我来解释 诶 巫统跟伊党之间 鹽宝好像绑在一块 似乎因为这个事情又有一些猜这个 小摩擦 对 小摩擦会互相猜疑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 它其实也让西门看到了一个希望 诶 其实我们不完全是 真的是没有希望 所以呢你说今天安华 哪怕这个事情它还没有水落石出嘛 至少你已经看到说它有这三个好处 外界也有论述说 安华这一次大动作宣布会是他政坛生涯的最后一招 许国卫也表示认同 差不多吧 安华现在都七十几岁了 是 他想要首相的这个梦 从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 经历了我也是差不多二十年 如果说他现在 除非他有办法活得跟马哈迪这么样的场面 然后又有马哈迪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机遇跟命运的话 否则的话这一刻应该也算是他最后一次 孤注一次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嘛 当他提这个923预告变天计划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到是跟当年916事变 916变天计划是很类似的 然后当时候呢 他其实也是指责说 国阵到最后期结了这些议员 使到他的916变天计划失败 那么今天你打草惊蛇的 预告说你有这些人数 然后你想怎么样 可是关键你见不到元首 然后而且在当年916变天计划失败呢 他其实有做了两个尝试 但是都是失败 今天他相信应该也是见不到慕尤丁来谈和平转移政权 同样的现在的议长已经表明了只有首相可以吩咐他召开特别国会回忆 也就是说你今天重复着当年的一个事情 这两条路已经是堵死了 然后再加上目前你还是见不到元首 即使你见到了刚刚我们谈到喜来登事变 见到了之后其实你手上有那个名单也未必是代表你一定最后就是能够成功 而且哪怕你真的是换到政府首相也未必是你 所以在这么多变数的一个情况下 安华还是预告了说他有这个计划 所以只能说他是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堵上了 成他就成了首相 如果不成的话基本上他也很难再能够建立自己要做首相的威信 我还是用回忆刚才的这个话 你要凑足人数嘛 但是这个这个就是他一直在说的嘛 He has the number 现在是他要来证明这件事情 就是他已经在这个2008年已经是一次了 所以我有当时是说我有120个人130个人 现在你这个其实像口语言来说的 你基本上你的剧本就是完全 你可能就是连这个内容也不换 你之不漏的就是这样子去演下去 这个是对一个政治人物的威信是非常大的危害 因为呢你今天你要就是来作为一国之乡 你必须要掌握的是这个这个威信 你没有这个威信的话 你今天已经是说了狼狼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安华他在这个这个 华人的这个威望他可能会比这个马哈迪稍高 但是他在马来马来社会他可能就是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 这个状况是非常的低的 今天你如果你今天你再是这个威信受损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就是要在未来要去这个这个夺德相位 基本上是非常的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